我们再讲一首轻松一点的 刚才这个作品是农历的风格 这个农历的风格 所以说一解读起来 要多负一些时间 但是只要我们理解了 温廷云的这一首菩萨盲 温廷云所有的词 大家都可以迎刃而解 知道怎么来解读它 就是我们说要把字面的意思搞清楚 然后我们抓它的关键词 通过关键词看主人翁的心情 通过主人的心情再联想作者的心情 你看这首跟漏子 大家读一遍好吧 跟漏子开始 你看看这首词和前辈的菩萨盲就大不一样 这是有明确地表达主观思想感情的词句 玉炉香 这是指这个女子居住的卧室里面的 那个玉炉上面点着香 红蜡泪 红色的蜡烛太流泪 为什么流泪呢 因为秋失嘛 就是秋天的失恋 秋天的离情别叙嘛 变造化唐秋失 眉脆薄 冰云长 夜长 清净寒 所以这个女子你看 都没怎么收妆啊 你看她的眉毛上面的那种 那种脆啊 那种颜色 都已经很薄了 那就不是新化的眉毛嘛 冰云长 你看这个冰法都已经很凌乱了 夜长清净寒 正因为夜长 所以感觉到清净寒 为什么夜长呢 是感觉到夜长 夜晚也许 还是跟别人的夜晚 是一样长的时间 都是五个小时 或者六个小时 但是它感觉特别长 那就是夜长 无媚嘛 是吧 正因为它感觉夜长 无媚 所以就听到外面的 梧桐树上面的雨声 所以梧桐树 三根雨 不到离情正口 梧桐树啊 三根的时候 还下着雨 难道你不知道 这个房间里面的主人 正在被离情说苦吗 你还在那里 一夜夜 一生生 空皆敌道明 这不让他感到闹心嘛 感到纠结嘛 所以你看这个作品 很好懂 是吧 他的主观感情呢 一望而知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温天云有两种风格 一种是很浓烈的 相对来讲比较客观的 一种呢 就是说比较舒淡的风格 主观色彩 比较强烈的作品 这个就不多说啊 这一首大家更熟悉 孟江南 读一遍吧 开始 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好像在我们中学的课本里面有 是吧 有没有 所以这个作品大家很熟悉 这个作品也很好懂啊 它不需要像我们刚才讲菩萨妈那样之类的 一字一句地进行认真地分析 这就是写一个女子 舒喜了 你看我们写了三首词都关系到女子的梳妆问题 第一首是弄妆梳洗词 最后呢还是照花前后镜 第二首的是梅翠婆 是吧 碧云禅 就不收装 这个收装 为什么收装呢 内心怀着期待嘛 舒喜吧 他知道他的爱人今天要回来了 所以先舒喜吧 这个舒喜吧可以说包括了前边一首 菩萨蛮的全部的内容 舒喜吧了之后 然后就到江边去嘛 去迎接他的爱人 独以望江炉 一个人站在望江楼上 靠着栏杆 叫独以望江炉 在那里期待 过境千帆皆不是 这一句包含了无限的希望和无限的失望 你想想 远远你看见一只船来的时候 他就以为是他爱人的船 就在那期待着眼睛呢 一扎不扎地看 等到跟前发现不是 看错了 船子过去 这不就失望吗 失望看来第二只船又来了 又在那里又期待 又等待 他跟前又不是这样 如此三番 过境千帆 是吧 经历了无数的期望和失望 这个情感起伏太大了 打击太大了 最后呢 还是失望 期待的人没有来 瞎会默默水悠悠 你看夕阳已经西向了 夕阳的余晖投射在江面上面 江水缓缓地向东流去 瞎会默默水悠悠 这一句既是写景 也是写他的心情 写他无限的惆怅 无限的失望 所以最后一句说 断长 长断白平舟 经历了这样的失望和打击 不长断 那反而还不真实 长断白平舟 这个白平舟 而且是写秋天的 那个 芦苇 芦苇一类的 白花花的这个平草 所以这个作品呢 他的意境 清幽而淡远 画面非常开阔 这个形象啊 在望江楼上的那个形象 值得回味 我记得 现代文学史上 有一个诗人 是叫李金发 还是叫什么 叫谁啊 就是你在桥上看风景 编之林 是吧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是吧 你看 这意境多么好啊 那你说 编之林的这个作品 它的意境从哪里来啊 我认为就是从中国古典诗词来 因为中国古典诗词 绝对是讲究意境的 而我们现在看见了很多的那些 当代的一些诗词作品 它是严禁意境的 他生怕读者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话全部都说完了 那读者根本就不需要想象了 是吧 里边像赵丽华的梨花体 说我做的烙饼是全世界最好的烙饼 这梨花体啊 你懂得这样的作品 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有感觉着 可能是最好的 也可能它的吹牛 就算是最好的又怎么样 你能够给我们思想上 或者情感上的什么启迪吗 什么都没有 叫严禁意境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好像读者产生连想 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内似的遭遇 想一想在中国 有多少的望夫史 多少的望夫严 多少的望江楼 多少内似的女子 这内容很丰富了吗 关于温廷云的评价 就是说 从张志和 伟应物 刘雨昕 白居易等 中唐文人的艳乐歌词来看 词的题材 还是比较丰富的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他们这些作品呢 在语言风格上 也都是比较清新自然的 也就是说 唐代的文人词 还保留了若干名 我认为 如果在晚唐 能够出现一位词体观念 比较开放的大手笔 那么文人词就有可能继承 和弘扬民间词的 优良传统 走上一条 前进广阔的道路 但是没有 因为他的代表人物 是温廷云 晚唐官 文人词的代表人物 温廷云 温廷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先讲过 他是和李尚尹齐名的 一个诗人 他的诗啊 深受吴歌 西曲和陈良宫廷诗的影响 他是个北方人 但是长期生活在南方 受六朝以来的南方 讲究色彩 讲究声调 风格也偏于浓历 和绵密的这一路 题材呢 多是儿女情长 是吧 他自己有精通音律 他又生活在南方 又经常出入秦楼筹馆 一样的歌舞场所 所以他就按照他写 岳父式的漏字 来填词 这就使得他的词和他以前的张志和 维英物 柳宇席 白居易等人相比 尤其是和民间词相比 题材要狭窄一些 多数作品的语言风格 也不够清新自然 是吧 就把他排在第一位 为什么要把他排在第一位呢 就是他代表了花坚持的审美取向 反过来说 就是花坚持的人写的那些题材 虾展 风格婉约 语言华丽 写了这些作品之后呢 要找一个人来 要找一个人来 找一个权威的人 来证明他们的正确性 找谁呀 找温天云 请问你为什么不找刘雨昕呢 为什么不找白居易 为什么不找李白呢 因为这些人的风格和花坚持的主体风格不一样 他要不要证明我 他的花坚持人的作品呢 是渊源有志 所以把一个已经去世了 七十五年的唐代的词人 把他找来 放在作品的第一位 我们现在就知道花坚持的用意了吧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著名词人伪庄 伪庄而至端极 今召万年人 就是现在陕西西人 他是这个著名的 词人伪银雾的四世孙 伪银雾大家并不陌生 独连幽草建边生 尚有黄历森树民 村草带雨晚来吉 也都无人周志恒的作者 这个伪银雾啊 这个第四世孙 就是伪庄 伪庄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 叫秦富银 这秦富银写什么呢 写皇朝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进入长安 然后又退出长安 写官军进入长安 然后又退出长安 这样的过程 由于这个农民军的进入 和官军的进入 所以使得长安的人民 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他就借一个情妇的嘴 一个长安的妇女的嘴 来写当时老百姓的遭遇 写的几个女子 一个是吊井死的 一个是跳水死的 一个是被刀剑刺伤而死的 一个是被火烧死的 都是普通名妇 就是那个年代的历人形啊 所以这个作品 由于揭露了皇朝农民起义 以及官军 对老百姓的伤害 所以在当时影响很大 人们称为秦富英秀才 但是这个作品 长期被打入冷宫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的那些官军 后来有许多 就成为后俗政权的将军 和伪装是同僚了 所以那伪装的作品 怎么好拿出来呢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秦富英呢 就被打入冷宫 他得罪人 当时在长安街上 烧杀鲁掠的那些将军们 后来就做了后俗的将军了 这是一 被打入冷宫 所以就失传了 作品就失传了 伪装的弟弟 给伪装编辑子的时候 就没有收这个秦富英 可能是他的哥哥有遗嘱 说不要在我把秦富英收进来 免得得罪人 免得给你们惹祸 没有收进来吗 后来是因为1900年 敦煌墨高窟的 长津洞被打开 那里面有许多的写本 除了上次我讲的 云瑶集 杂曲子这样的 唐五代的词以外 还有诗歌嘛 其中就有伪装的秦富英 我在敦煌墨高窟的纪念馆里面 就看到伪装的秦富英的 那个手写的本子的复印件 当然你不可能看到圆集嘛 你能看到复印件都很激动啊 是吧 谁知道答应冷宫 是吧 那就是在1900年才重见天日 谁知道 没过多久 又被打入冷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作品 他毕竟写了 《黄朝农民起义》 在进入长安之后的所作所为 这是被毛主席所不允许的 因为毛主席是歌颂农民起义的 所以又被打入冷宫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 中国的学术文化开始走向正常 于是秦富人再一次重见天日 这是这个作品的经历 第二件事值得我们说的就是 我先前讲过 伪装做了官之后啊 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就是给皇帝上奏 当时的昭宗皇帝上奏 追认 李赫 黄浦松 李群玉 陆归蒙 赵光源 温廷云 牛体人 陆魁 附习 平真 贾岛 刘志亏 罗叶 方干等 雌人才子 为尽事 获准 这是很重要的 你要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把这个公民呢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而这些人 你看这里面是多少名人呢 李赫 我们上次讲过了 李赫 很有名的人 花间池里面池人黄浦松 甚至还有贾岛这样的人 都没有中进士 所以这些人呢 肯定是死不瞑目的 死不瞑目 那他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一些 都送的那种 我考不上大学 我拿岛 我去做生意 也许我还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呢 等我做了亿万富翁之后 我接着就找全国人大代表 和全国政协委员 我这个时候还在北京开两会呢 我不在乎 你个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 但古人不这样认为 那进士就是了不起 是吧 那么在他的努力之下 这些人被追封为进士 这也是对这些天才人物的 他们死后的一个安慰 这是第二件事 值得我们说啊 第三件事 他到了成都 他这个 他到成都最初啊 他是做王健的长书记 王健是做西川节度使嘛 他做长书记 后来王健在那里称帝 王健在四川称帝 做了前蜀的开国皇帝的时候 伪装就做了他的宰相嘛 这是他第二次入蜀 你看第二次入蜀 做了什么事呢 寻找杜公部的草堂遗址 那杜甫不是在那里做草堂吗 那草堂因为还是草木建筑 他不是钻石建筑 更不可能是钢筋水泥建筑 杜甫还住在那的时候 就经常被风吹嘛 我们不是也看过一首诗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吗 他还住在那的时候 就经常被风吹雨淋了 他后来走了之后 你说谁来保护他的茅屋啊 谁知道杜甫今后 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他的故具一定要保护 成为国家一级文化遗产啊 没有的嘛 所以说你看 才是晚堂的时候 时间并不久啊 都公布草堂的遗址就找不到了 后来伪装把他找到了 如果不是怀着一种 对这些财人 对这些文人的深厚的感情 他会这样 人家里做这些事嘛 你看追人李赫温廷云等为烈士 说错了 为近士 然后呢 寻找杜公布的草堂遗址 这都是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是这个王剑的 那个前属政权的宰相 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和词人 全堂五代词收了他五十四首词 现在我们讲一讲他的代表作 换其杀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请大家读了 我读 夜夜相似 耕斗残 伤心明月 平南干 享君是我 锦清寒 至此画堂 深四海 一来为拔 旧书看 几时携手 入长安 这个作品 大家看一遍就知道 是写给一个女子的 这个女子跟他的关系 非同一般 你看啊 夜夜相似 耕斗残 每天晚上都想到耕斗残 耕斗残一般是在 四更天气 也就是现在凌晨四点钟左右 你说还能睡多久 再睡两个小时 就要上班了 伤心明月 平南干 在月光下面 平着栏杆 失恋对方 非常伤心 享君是我 锦清寒 就我这样 失恋你的时候 我也在想 你一定也在 失恋我 你失恋我就睡不着啊 睡不着 才感觉到锦清寒嘛 是吧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 一对恋人 这样苦苦地失恋 不能见面呢 自吃化堂 深四海 我们应该记得 唐诗有一句吧 叫 一入侯门 深四海 从此消浪 是漏人 而这个深四海 就是来自 这样一个点 自吃化堂 就是说 自己爱的女子 离自己并不远 只有自吃自摇 但是他居住的 那个地方啊 是重重连没 进不出了 就出不来的 自吃化堂 深四海 一来为把 旧书刊 就想起他的时候呢 就把他过去 写给自己的书信 拿出来看 几时携手入长安 因为伪装是长安人吧 估计这个女子 也是长安人 他想想 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携手 回到故乡呢 所以这后面 就有个故事 根据杨氏的古今词话 说装有宠记 知之业力 兼容词汉 兼善词汉 王健文之 妥以教内人为词 抢装夺趣 装追念一样 做夜经门 空相亦云云 情意七晚人相传播 盛行于诗 机后闻词 谁不识而读 这个杨氏这个人呢 他的这个古今词话 记载了很多故事 这些故事呢 有人就怀疑他不真实 怀疑不真实 我们认为 杨氏的古今词话 记载的真实不真实 我们还有别的证据来看 一个是其他的记载 里面说 遥三堂外记 十国春秋 十国春秋 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史书啊 史书也记载这件事 是吧 这个 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些词话 和小说正记载 正史也正记载 就是说 伪装有一个字节 非常心爱的女人 宠姬 知之艳丽 奸善词汉 就是说不仅长得美 还有财 美女加财女 是吧 王建文字之后就要得到她 得到她怎么办呢 就找个理由 说王建文字 来吧 到后宫来 教内人维持 就教她的后宫的女人填词 从此以后就不放她出来了 抢庄夺取 夺走 所以庄呢 追念七晚 那就追念 一样啊 就是很伤感 就写了一系列的作品 后来有人讲啊 比方说像夏成涛先生 著名的词学家都讲 说王建这个人 虽然是一个武夫出身的 但是很尊重文士 他怎么可能把伪装的女人夺取呢 这恐怕做不出来 其实夏先生是想象之词 谢谢大家